我们在之前所介绍的Dextra这个算法 相信同学们也已经理解了 它是无法处理存在负权边相应的图的 那么这个原因也非常的简单 Dextra每次都选择 我们现在还没有求到最短路径节点中 那个路径最短的这个节点 我们就说这个最短的节点 就已经是从原点到这个节点的最短的路径了 这是因为其他的节点都要绕道 比如说从0绕到1再到2 或者从0绕到3再到2 而此时02是我们考虑的所有的节点中最短的那一条 也就是说01 03它的距离都大于02 那么再回到2的话长度只有可能更长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设计出了相对比较高效的 Dextra最短路径算法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图中存在负权边 事情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现在有了一条从1到2长度为负次的边 那么此时由于负权边的存在 就有可能使得虽然当前我们从0到1所消耗的费用 远远的高于从0到2 但是在绕道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负权边 使得我们绕道的这个费用抵消了 换句话说从1到2 它的全值是负4 这样一来绕这个道就变得非常的直 而事实上在这个例子中 恰恰就是从0先到1再回到2 整个路径的费用是低于从0到2这个费用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中的红色箭头所表示的 这条最短路径大家就会明白 看似它正在处理负权边 不过它本质上似乎仍然是一次松弛操作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 经过1以后再达到2 所获得的这个路径 它的全值是小于不经过1再到达2的 只不过在这个路径上出现了一个负权边而已 但这依然是一个松弛操作 这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在处理这种带有负权边的图的时候 虽然dextrous算法的思路失效了 可是我们依然要依赖于松弛操作 在我们具体的讲如何依赖这个松弛操作之前 我们先再看负权边有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问题 在这个图中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又多了一条从2到0的负权边 那么此时在这个图中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负权的环这样的一个路径 大家可以看从0到1 从1到2 再从2到3 在这个环中总共的全值是5 加上负4再加上负3得负2 当一个图中出现了负权环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案就是 我们从一点到任何一点 只要能经过这个负权环的话 那么我们要想找到所谓的最短路径的话 我们一定就要不停的在这个环中转 因为在这个环中每转一圈 我们得到的总费用就更小 这样一来其实相当于在图中就不存在最短路径了 或者可以说最短路径的结果是负无穷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环中不停的转下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我们处理带有负权边这样的图的时候 要明白 如果一个图拥有负权环 它就不再拥有最短路径了 这里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大家不要认为负权环一定是至少由三个节点构成的 事实上在这幅图中 我们度假之前的这个负3的这条边的话 1 2这两个节点之间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负权环 那么对于这个图 其实也已经不存在最短路径了 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到达1或者2这个顶点 就可以在这个环中不停的转1 2 1 2 每一次总费用都是小了3 现在我们对负权边负权环都有了认识 我就可以向大家介绍 我们要学习的下面一个算法 叫做Bairman Ford单元最短路径算法 对Bairman Ford单元最短路径算法来说 它解决的就是图中可以有负权边 但是不能有负权环 这样的图相应的单元最短路径问题的 不过其实Bairman Ford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出色 对于这个条件 并非是这个算法在运行前必须遵守的前提 这点和我们在使用二分查找之前 必须要求我们的数组是有序的 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图中有负权环的话 Bairman Ford经过运行之后 虽然找不到最短路径 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图中是否有负权环 那么这个算法这么神奇 相当于我们都不用在运行这个算法之前 来检测这个图中是否有负权环了 直接在这个算法中转一遍 如果有负权环 这个算法就告诉我们了 对不起有负权环 如果没有负权环 这个算法告诉我们 没有负权环 所以就能得到原点S 到每一个其他节的最短路径了 这样一个算法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复杂度 要比Dextra算法高得多 它的复杂度是EV这个级别的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可以想一下 从N到logN 这个复杂度的变化 对性能的影响是巨大的 尽管如此 我们通常在实践中 如果我们这边不可避免的 拥有负权这种情况的话 Bairman Ford的这个算法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算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Bairman Ford的算法的基本思想 Bairman Ford的这个算法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在一个图中 不存在负权环的话 那么从某一个圆点开始 到另外的一个点 它的最短路径 最多只需要经过所有的 或者说最多有V-1条边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如果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这个最短路径 它要经过比V个顶点 还要多的顶点 比如说经过了V加1个顶点 大家要注意 这个图中总共只有V个顶点 那么我们从一点 到另外一点的最短路径 却经过了V加1个顶点 说明有一个顶点 被经过了两次 如果这个顶点被经过了两次 就说明 这条最短路径中存在一个环 而我们又说这条路径 是一条最短的路径 而这条最短的路径 要经过一个环 一定是因为这个环是一个负全环 这也就和我们之前假设的 这个图是没有负全环相矛盾的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这样的一个结论 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这个最短路径 最多经过V个顶点 有V-1条边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前提下 看一下我们如何使用松弛操作 来获得一个拥有负全边 这个图相应的最短路径 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现在的这张图 拥有两个负全边 那么我们要想求到 从0这个节点 到其他所有节点的最短路径 首先肯定依然是 我们要找到和0相邻的 所有的0边 那么找到这些0边之后 和我们的Dextra算法一样 我们说我们暂时找到了 从0到和它相邻的 这几个节点 1 2 3这几个节点的一个路径 并且暂时是 我们得到的最短路径 在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 看待我们便利0的所有的0边 事实上我们相当于是 对0的这个相应的所有的节点 进行了一次松弛操作 那么进行了这次松弛操作以后 我们得到的结果 其实是从原点开始 经过一条边 到其他节点以后的最短路径 现在因为我们的图中 有负全边了 所以我单独拎出来 全值最小的这条路径 说从0到2 它的最短路径就是这个2了 这是不可以的 不过大家回忆一下 我之前说过 虽然现在这个图中 应有负全边 我们找到最短路径的关键 依然是使用松弛操作 只不过我们不能非常武断的 把最短的那条路径 拿出来就说一定是它了 可是我们可以尝试着 对所有的点 再进行一次松弛操作 也就是说进行第二次松弛操作 那么此时 大家可以再换一个角度 理解一下松弛操作的核心 松弛操作其实就是 我们尝试一下 从一个点出发 能不能经由另外一个点 再回到原来的点 获得一个更短的路径 换句话说 松弛操作从某种程度上 就是尝试一下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条 只有一条边的路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只有两条边的路径 使得最终总路径的全值更小 那么在我们这个例子中 我们就是找到了 这样的一条路径 是012这条路径 它拥有了两条边 可是到2这个节点路径更小 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了 如果我们对所有的点 再次进行第二次松弛操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 从原点开始 经过两条边相应的最短路径 通过这样的分析 相信同学们也就明白了 我们对一个点进行一次松弛操作 本质上就是找到了 经过这个点的另外一条路径 它多了一条边 可是全值却更小 我们在尝试找 是否存在这样的路径 而我们又说了 如果一个图中没有负全环的话 从一点到任意的另外其他一点 最多只需要V个顶点 V-1条边 那么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可以对所有的点 都进行V-1次的松弛操作的话 最终就可以找到 从这一点到其他所有点的最短路径 这也就是V-1-4的 单元最短路径的主体框架 就是对所有的点 进行V-1次松弛操作 那么如果进行了V-1次松弛操作以后 我们再尝试多进行一轮松弛操作 也就是说对所有的点 进行第V轮的松弛操作 如果发现还可以继续松弛的话 那么就说明 这个图中有负全环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对所有的点都进行一次松弛操作 对每一个边都要便利一变 那么这个复杂度是O-1这个级别的 我们要进行V轮这样的操作 所以最终Derman-4的 单元最的路径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是O-V-1这样的一个级别的 那么下一小节 我们就真正的使用代码 尝试实现一下 Derman-4的单元最的路径 来处理拥有负全边这样的图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待